台南市教育局不可心求 阅读平台遭议员狂轰 祝英错字连篇 太多的胡萝卜了 他就写太多的胡萝卜了 博了 胡萝卜了 这个也错啊 祝英符号错误一大堆 还有这个 把帽子还给我 把帽子还给我 居长 这不得他连这个 不是在玩大家来找茶 是随便一番错误一大堆 胡萝卜应该念胡萝卜 还给我变成还给我 念法真的怪怪的 哪天应该是那天 生命乐章也错要念月 少女少年要念四声少 这套软体终究是电脑 它没有办法辨别是破音字 不可心求是相当受欢迎的阅读平台 但祝英闹笑话 教育局推给软体问题 家长表示上线前应该就要先审核 现在大搞乌龙担心小孩阅读 不不撒撒 大家来找茶的方式 小朋友就会更知道 这个是有状况的 一套教育软体上线 却让眼睛的小朋友抓出问题 教育局表示真的很不好意思 目前已经先下架 会用人工侦措方式 全面检查之后再重新上线 九六关章 台南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时间点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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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